由麻地地鐵站列車出軌脫門事故 當名乘客由車尾緊急出口車道冒險走入路軌範圍逃生 據知當時還有列車在另一條路軌上行駛 據了解當時車長廣播指示乘客由車尾離開車廂 車長原本的意思是安排乘客由列車轄後的車廂 經莫門回去由麻地站月台 不過乘客就誤會了要由車尾的緊急出口離開 於是乎就出現了這經驗的一幕 港鐵車務總監李嘉潤 星期三承認當時車站廣播有不足之處 並向公眾致歉 當日車上廣播的內容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沒有充分清晰表達到乘客離開車廂的安排 以至有部分乘客之外往車尾的方向 推開了車尾緊急出口的車道離開車廂 同時由於車頭的駕駛室設備因事故受損 緊急出口的車道離開車廂的警報 是沒有傳到車廂 導致有關的情況是在數分鐘之後 我們的站員察覺到情況 而向最中心回報 讓乘客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認為是絕不理想的 我們會深入調查有關的安排 在這裏我再次向受影響的乘客 置以充心的致歉 聞到死亡 聞到職場 看開車 然後聽到動手 就是有很多折斷的 提出居民大社